哈喽有见面了 哈喽 你好你好你好 先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先打一声招呼好吧 哈喽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1664丹音乐人迪丽热八 是我们今天在广州碰了 对 对啊在每个城市应该都要碰一下 对的 最次来到了广州 但是说真的我们刚刚在广州这样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冬日花园 感受到1664的内力 那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哇我觉得整个氛围都非常的法式 非常的浪漫 就是有一种步入到冬日花园里的那种感觉 而且虽然现在是冬天嘛 但是我走进现场的那一刻 我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繁花盛开的一个地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我们1664带给大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特别跟法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多领域的一个艺术家 叫Miguel College一起来合作 然后大家叫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到 其实在现场有很多画绘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打造出来我们这样子的节日限定装 你看一下我们的瓶装都不一样了 是的呀 哎呀你看一下 真的是要看一下 对呀 因为其实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什么有把痘啊 还有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的花卉 其实看到这样子不一样的现金装的感觉怎么样呢 很可爱因为刚才其实在那个1664那个标还有在爱菲尔铁塔下我也有看到就是这次的新包装是在这个原有的瓶标上面加了很多的小巧思 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这个1664上面加的这个可爱的一只小法豆 特别可爱又调皮又有趣而且它的周围呢又不满了花卉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很浪漫 然后抓着这个瓶子就已经很浪漫了 就歪味理想意境的主题我觉得非常符合 而且这个小法豆还有胡子 我没有发现到 对 这好可爱 对呀 因为其实这一次这个艺术家呢 还有很多的灵感来源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自然 所以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花卉 有我们百香果花 还有我们的圣诞花 还有圣诞红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我们的节日限定装呢 所以我们特别打造一个礼盒 你看你每次移到里头 我们就有礼盒 对 我就是觉得说看到热巴的感觉说 啊充满了我们的节气的那种感觉 对啊 你看我们的礼盒就已经在旁边了 来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哇 年初年末都有礼盒收 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啊 是啊 而且你看这个礼盒 它不仅是外包装很好看之外 里面一打开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丝巾 嗯 对 你看这个丝巾我们在做很多的搭配上面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呃做一些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小小丝 嗯 呃像我们穿礼服 或者是穿一些普通的一些正装的时候 嗯 这样子的小丝巾就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花样了 是是是 对 也可以打造出来一种节日的氛围 嗯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丝巾一拿开了以后呢 哦 哇 还有冰箱贴 对呀 是吧 你看 有看到我们这两个打造 我们的新的我们的限定装的1664 对 你看有Rose 然后还有我们的白皮口味的 对 还有可爱的冰箱贴在旁边 分别有法豆啊 龙虾 费尔铁塔 还有这次推出的三个限量包装品 这些都是1664的经典元素 对呀 哇 你真是标准的代言人 就是所有东西 要把所有的元素都记得特别特别的好 哎 你看那么多的一些 你是不是看到冰箱贴都会很兴奋呢 因为我刚才就是一打开了以后 你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冰箱贴 对 因为很可爱 像冰箱贴这种就是每次如果说大家 就是有一些节日氛围也好 或者说是你要去哪旅行的时候 很多人会有买这种冰箱贴的习惯 像我以前一工作人员他就很喜欢到哪里 他就会买那种冰箱贴 他说可以做个纪念放在冰箱上啊 或者贴在油气体时的这种地方 他会觉得哇这就是我一步一步走过的一些地方 他这样可以做一个留念 那我觉得1664这次可以把这个 法国的这么浪漫的一个氛围 带入到这个冰箱贴上 可以送给家人朋友啊 将这个礼盒给他们 我觉得也会让他们非常开心 你知道我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冰箱贴 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冰箱贴在这吧 对 这个冰箱贴做的质感好好哦 对真的 对 对而且他是那种比较大面积的贴 对不对 平常过节的时候会送一些周边的亲朋好友们一些小礼物吗 会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过节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就会给大家送一些就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东西 包括像1664这次这种这种礼盒 它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又可以让大家一起相聚在一起就是可以和和我们的1664啊聊聊天啊叙叙旧啊 然后又可以拥有一些冰箱贴可以给他们做到一个礼物 可以他们自己带回去贴也好或者说他们收到礼物再转送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这都非常的实用 对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乐巴刚刚讲那么多感觉是要送给你冰箱贴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要送你整个礼盒 这里面有包括我们五个不一样的冰箱贴还有我们的两款这样子1664 嗯 好不好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就是要跟粉丝多多互动一下 我真的觉得这个你知道这个礼盒有多大吗 我沾了后面有刀踮脚 这个礼盒这个怎么样送给粉丝朋友们呢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请尽快的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用评论的方式回答 你觉得热巴在五个冰箱贴里面有埃菲尔铁塔有龙虾 还有覆盆子还有那个柠檬这样子的口味的冰箱贴 以及中间有一个法豆的冰箱贴 这五个冰箱贴里面我们的热巴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热巴还不能讲吗 嗯大家有一个参加就会知道了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人开始回忽了 我们随时解评哈 好啊 来三二一 我解评了 最初了 等一下再一次 三二一 好的 热巴要先给我们讲了 哎 那我就公布答案了 对你公布答案 你看上面有人写法豆有人写埃菲尔铁塔法豆龙虾 龙虾大家想吃龙虾了吧 这龙虾在节日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的 是的 你最喜欢的是 请公布 这个有1664全新的一个图案的冰箱贴 好 把豆 是的 来到底获得的是哪一个呢 哇 这个名字也太长了 U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我到时候请工作人员直接跟你联系好不好 好 好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到时候请工作人员直接跟大家联系一下 我们先画一个储存照片 但是呢 在这边就是要请我们的热巴在上面可能要签个名 好 因为毕竟是独一无二的 我再我拿着这这样子签名 这样子可以吗 好 来大家可以看到了 独一无二的 然后我再把 冰箱贴放回去 对 把豆给它放回去 好 所以呢 这个礼盒就是你的啦 恭喜 待会儿呢 就会送给你 但是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真是说是惊喜满满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还特别要邀请我们的热巴来做一个我们的特调节日特调 对 刚才其实在我们现场有碰到这位帅气的调酒师对不对 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调酒师也就是我们的妙田宾室的创始人 Bastian Yeah Hello Hello Bastian How are you doing? Very well It's a great pleasure You know to meet both of you The Bar and Andy OK So today we're gonna do a very simple cocktail OK 所以Bastian他说呢 非常高兴能够认识我们 然后今天呢要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特调 OK And we're gonna start with the gin We're gonna pour a little bit in the glass 把这个白奥奥放电来好了 是这样子不会挡到 首先呢 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学的做可以用先我们的精酒 嗯 Gen 然后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口味你喜欢中文 这样就OK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Ferisha should take it is about like 15ml 哇 差不多15毫升 对对对对你有天赋 哈哈哈 不会不会 OK Then we're gonna use the jam like a french marmalade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果酱 那通常我们用的这个果酱是橘子果酱 那通常也是差不多是10毫升左右 这样子反正一勺就可以了 在家里面自己也可以用一下 then we'll finish with some like apparel, some like bitter so about also the 15ml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多加一点点粒椒酒 那其实在平常的时候都可以用 你刚刚讲说10毫升是不是15毫升 15ml 差不多15毫升的话就可以了 完了以后呢 and then we'll just stir a little bit stir a little bit 搅拌一下 yes 有点 这感觉颜色就已经挺漂亮 对 and then we're going to use 搅拌的冰都要化了 the blanc perfec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use blanc and we'll just top up 是 然后我们就用白皮 1664白皮 and when we make this I will just make also one more cocktail with the rose and then with passion fruit 哈哈哈 好 可以了 没有看到热巴特别紧张 然后这个开瓶在旁边一直哆嗦 对 这下我们请热巴 好 这个1664白皮口味加上去就可以 you can top up all the way 加到尾 这样ok吗 还多一点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oh right and then we'll just garnish it with this orange which is a very cute rabbit 好 我们这个用 we can just put inside 好 这样可以吗 perfect 你做一个点缀 还在旁边 你做 怎么都可以 哈哈哈 好 这样就可以了吗 that's it yeah pretty much bastian are you sure are you fascinated it's beautiful it's beautiful as much as both of you oh and then if we can 其实这就是我们热巴特别做了这个调酒 节日调酒 今天在家里面 其实我觉得可以拿着这样子的节日调酒 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164的 嗯 是的是的 大家学会了吗 对 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对 还挺简单的 对对对对对 就爱自己的想要这个 它的那个比例去调 就其实还挺好的 而且因为也加了果酱 它会比较酸酸甜甜 嗯 哇 还能够都一样知道 对已经 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味道了 真的太棒了 但是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这一次我们用白皮来做这个调酒 其实是还没有给它命名的 啊 我们就等到热巴来给它命名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节日限定的热巴酒 哈哈哈 有没有一个名字你觉得会比较适合的有没有 叫博物巴黎 博物巴黎 感觉很神秘 又很想让你去探索的那种感觉 博物巴黎 对 这感觉像一个那个 很神秘的一本书一样 博物巴黎 对 你明白吗 一点点 一点点 这叫做Mistique 对 对 非常非常浪漫 是的 非常非常浪漫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用白皮口味来打造出来这样子一个节日特调 但是旁边呢我们还有两款特调 对 这就是我们这个用白皮口味来打造出来这样子一个节日特调 但是旁边呢我们还有两款特调 对 对 好 所以一个是我们的 好红药来了 对 好 这个是我们的 好红药来了 这个是我们的 然后里面多加了一些Raspberry 味道在里面 这个我加了很多 我就感觉到 咱们热巴特别热爱 1664 Rose 你看我们就一直说1664是你的最爱 对吧 然后另外呢 这旁边是用我们的Passion Fruit 也就是白香果 Exactly the last one is like a meal punch It's very flavorful It's very simple But then With the passion fruit note It's great San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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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rs 好 我觉得三个可以摆在一起 我觉得你拿中间这个是你的Misty Paris 嘿 OK好来 哇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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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Terrific 这个是你的 波舞 阿里 啊只有这一款叫波舞吧 那这个呢 这个我们还没有取名字 假如我们私底下可以慢慢的去 好啊好啊好啊 这个东西只有你知道我知道 咱们秘密的 好的我们再次谢谢Bastie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在私底下 在节日的时候都可以跟亲朋好友们一起来 家里面做的这样子的特调 对对对对 特别特别的棒 稍稍去聊聊天 然后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酒 理性饮酒 是的 没有错 理性饮酒 哇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Bastien 下次有机会去他的那个酒吧里面去看一下 不过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特调结束了 但是我们后面环节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精彩 其实热巴平时的时候 会不会在节日里面 你有没有收过花束跟品酒的结合做一个礼物 没有耶 没有 没有 今天我们要破例了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1664特别为你准备了 我们的花束还有1664白皮 哇 我觉得这个花束好好看哦 和这个1664平身也很搭 又是有蓝色又有白色很好看 而且它搭配这个小蓝瓶 用到刚才就是刚才我们特调的那个 那瓶酒的那个 对 蓝白的 蓝白的搭配 很好看 谢谢 太好看了 你看像这样子一个花束再加上啤酒 如果我们在节日氛围里面送给朋友 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热巴也准备了两款花束 我们来让它点缀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你看这样子的花束礼格 好啊 为大家准备好了 但是呢我们在上面需要我们1664的一些点缀 你看这个是专门是用Rose的方式 然后这个呢是用我们的百香果的方式 嗯 好我们先用Rose好了好不好 好 来 其实就很简单的 哎 其实摆放好就好了 对 因为这个可能没学过花艺的朋友 其实也不用担心 只要买一束花 然后买1664就可以给朋友送上节日的祝福 你在家里面有做过花艺吗 我其实没有 但我之前有拍戏的时候 是有做那个花艺师这样一份职业 嗯 对 你看这样子就很漂亮 对 然后百香果这个 花色也是特别的热情 对 嗯 它这个瓶盖这里也和这个黄色的花很大 对 好 这边还有两个 嗯 嗯 哎呦呦 好 你看这样子搭配就会特别的漂亮 嗯哼 所以这两款你看有我们的百香果的 还有我们的Rose 嗯 嗯 嗯 这两个不一样的花束 其实在家里面的话 其实你碰到我们这样的节日家 不知道送什么 我跟你讲 送礼对我来讲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嗯 不知道送什么东西才到位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都有对朋友你也不能问他你缺什么 就很难送 嗯 那倒不如我觉得上送这样一份礼物给大家的话 你又可以跟它一起坐下来聊聊天 而且还能够得到一份欢 我觉得就心意和美意都有了 对 心意跟美意都有了 所以大家其实在家里面都可以进行买一束花 然后在上面用我们的1064来做我们的装饰 来打造一下 你看有我们这样百香果的 充满了热情 对不对 那另外呢 还有像我们的桃红的 而且特别沉重 对 沉变变的礼品 表达了你的心意 还有我们的桃红的代表是浪漫 好 那另外还有我们刚才这样子白皮的 代表就是文心 所以希望说我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们 他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1664 这样子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 那其实在今天呢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环节 那这个环节呢 就是要我们的冬日花园的绘图 叫做我会你猜 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我会你猜 我会 你来会画 然后我来猜是吗 还是我来画 你来猜 你想画还是你想猜 哦天哪 听一张画吗 我也 哦天哪 画画这个事真的很为难 真的吗 我跟你讲 热巴最为难什么东西 我们最想要做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不过在之前呢 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可能先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一下热巴 因为其实这边还有一些粉丝朋友们 他们会有一些问题 想要问一下你 嗯 对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粉丝朋友想要问一些什么问题 因为之前呢我们透过了那个微博呢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我们就收集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一一的先帮忙问一下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热巴今年还可以看到你拍摄vlog吗 我我再说吧 哈哈哈哈 你就说你就说今年都已经拍过了 对还有几天了 对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呢 我也觉得是一个谜 哈哈哈哈 哎但我们都很期待 真的吗 其实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我自己拍的是没什么意思的 嗯 嗯 但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看的觉得有意思 这什么话 好奇怪 哈哈哈哈 并句啊 我觉得没意思 但希望大家看的有意思 我们可以集思广益 大家在微博 热巴的微博下面可以讲说 哎我想要看你拍什么 然后到时候热巴可以调整 给我一点那种评论 我可以看一下大家想要看到什么 对对对 我们就想要看到热巴 然后粉丝就会想要回你 对不对 好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2021年有没有完成什么样子的新月或者是计划 2021年完成的新月 我觉得应该是 给我妈妈 办了一个生日的小小小的 只有我们三个人的一个派对 对 因为 对因为从小的话 嗯 妈妈的节日不管是母亲节也好 或者是她的生日 其实我都会给她送礼 但是从我出来上学到工作这段时间 就感觉没怎么陪在她身边 而且缺席了很多她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日子 我觉得像生日啊 她跟我爸爸的什么结婚纪念日啊 什么那些我全都没有参与 还有母亲节 夫妻节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次 也虽然不能说是补齐了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生日应该除了我妈妈觉得很难忘以外 我自己也挺难忘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些小工作才可以让母亲感觉特别的模型 对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马上就要到新的一年了 新的一年有什么样想要尝试去做的尝试吗 新的一年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 多去看没有看过的风景 多吃没有吃过的东西 然后多去和不认识的人去认识一下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2022年的一个心愿吧 嗯嗯嗯嗯 太棒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接下来在2022年可以让 那到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拍成vlog 哦哈哈对啊 哈哈 现在不认识的人对不对 做一些尝试新的迷失都可以拍成vlog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我转的够快了 哈哈哈 大家要期待哦 对啊 那刚才讲到要尝试做一些东西 尝试做一些之前没有怎么做的东西 那我们就讲到绘画了 哎呦天呐 来的太快了真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玩这个游戏就是 我会 你猜 那当然我所谓的我是指热吧了 哦好好好 所以我们这边手上呢 我们请导播来cue一下这个画面 手上有我们的1664特别准备的明信片 上面呢有我们1664三个不一样的口味之外呢 其实还有我们的白香果花 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龙虾等等啊 但接下来我想要请热吧在上面画下我们1664另外三个元素 好压力很大 我觉得我就画了明天我就可能品牌那边就要跟我结约了 其他的三个元素看我画什么 没有没有我们画在前面吧 哦哦画在这边啊 对这边就有 哦然后呢 这三个元素画什么东西呢 我跟你讲我们不是随便乱来的啊 三个元素画什么都是在我的手卡上面 所以我要给热吧先看一下 嗯 待会呢如果热吧 画出来你们就要在评论下面回答 如果你们 这个帮我到时候会公布给大家看啊 所以你看这三个啊 好 好的 好吧 好的 好 这三个元素是什么呢 如果你答对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获得我们这个送给你的1664限定礼盒装啊 这是我们可以放一下16645的广告吗 哈哈哈哈 不以后我们再回来好吗 插播一段广告 哎救命啊 平常画的机会比较少 哦天啊真的救命 我想要像这个 嗯 哎天呐 你你你等我一下啊 你等我一下哈 你等我一下 哈哈哈哈 好 哎呦 我平常 热吧是想说他对于会画好像是比较少做的是不是 我真的是不会画画 天呐 就是 小时候都没有这样子的美术天分吗 有美术课 但是我的美术课 一直都画画都不是特别的好 让你画一条直线 你可以画得了吗 啊直线 那我不是傻掉了吗 哈哈 哎 这三个元素是什么呢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待会呢 我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热吧画出来的 那不管他画得好还是不好 大家都要说好 好不好 哈哈 嗯 那么压力有点大 是不是 对 啊 OK 三个元素 非常简单的 1664三个元素 大家可以猜一下 是什么元素 好热 哟 我觉得还挺好的呀 真的吗 真的呀 像小学生画的 小学生画的都比我好 你不要对自己没自信吗 高学画画的小朋友应该都会比我画的好 哦对不起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在旁边跟你一起画 这样子的话就会有对比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画的特别好 好 来准备好了没有 天啊 发型都乱了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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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哦 三个元素 所以这三个元素 大家仔细的看 赶快在评论区里面跟大家分享 好 来看一下 大家不用猜是吧 大家要猜哦 看完你的时候猜啊 看完我的猜 都到这个程度了 哦好 救命啊 来三二一 换的好不好 好 哎对 气氛走真的给到位了 50个工作人员只有一个说好 哈哈哈 换的好不好 好 哦 你看 有什么呢 赶快 三个元素全部都要写下来哦 来 我们这边就要特别讲出来 我们要公布了 不管说你答对还是没答对 每个人都说好好好 我叫你猜什么元素 你不要给我回答什么 好不好好好好 有人在摆香果 有人在摆香果 哎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截图了哈 来预备 来 你先让大家仔细看 啊 OK 一 二 三 哎 哎 哎 没有有柠檬 这个哎 啊 酒瓶 这是花 这是花 也算贵 哈哈哈 也算贵 对不对 因为它上面写的是 啊 也算一种花 好 这是我画的问题 是我的画的问题 也算一种花嘛 对对对对对 你看一下 来答案是 柠檬片 然后雪花和小蓝瓶啊 好 柠檬 酒瓶 花 它可能打字打太快 本来想要打雪花 结果只打一个花 对不对 就太紧张了 好了 恭喜我们的爱吃花椒的狗狗 哇 这个名称也好贴切啊 对不对 我们有法豆狗 还有花 它跟花椒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恭喜你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猜出来了真的为难你了 哈哈哈 不会 但我觉得大家都真的还挺热情的 刚好把这个先存起来 待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他来做一个联络 好不好 好 你看好多人都给你留言 6664 哈哈哈热巴热巴热巴 我跟你讲 每个人你们的留言 我们都会给热巴看 所以请大家继续在我们1664我们青东直播间继续的留言 好不好 来热巴是不是我们今天直接快乐的时光马上就 嘘 过了很短暂 对啊 今天感觉怎么样呢 首先谢谢Andy 也很开心能够来到广州跟大家见面互动 因为马上要年底了 所以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然后大家也能够去到我们的晚味理想意境的活动现场 感受一下冬日法式的花园 或者说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吗 跟朋友一起去做一些协日限定的一些特条 嗯 与朋友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是 你看博物巴黎那么浪漫 对吧 还是热巴命名的 好 我们再次见 滴力热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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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次希望不是一年过了以后再见 哦 不会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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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